这个是你吗 这个是老的啊 你看看我身份证据 我从17岁都被你们抓到现在 我笑证 连外国人在看你们抓了我 男子全身拉塌 满脸烙腮糊 和一名逃逸通缉犯 长得一模一样 休假袁警眼间发现 立刻通报 僵人揽下 没有 你要直接跟家长讲 这样家长才会知道 什么是通缉 要不然你抓到你们这样的事情啊 你干什么 你要通缉犯了 走啦 你找我大哥啦 怕谁啊 嫌犯看到袁警 开始胡言乱语 情绪相当激动 袁警一开始好声好气 不断安抚 但他完全不配合 还朝着警察大吼大叫 比袁警释出强势手段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啊 男子疯狂抵抗 还不断大声嘶吼 场面混乱 最后袁警将人强力压制 尚靠逮捕 过程中这个男子 因为重心不跌倒 压伤袁警仍然不伤人痛 将其压制顺利逮捕 事发小年夜这一天 一位新北宝大袁警 下了班陪太太采买年货 正巧看到这名54岁 许姓怯通气犯 眼见袁警一眼就将人认出 上前问话 男子超紧张 还抗拒逮捕 大声咆哮 引来路人围观 立刻通报志愿警力 将人团团包围 袁警逮捕过程中 还被嫌犯压伤 造成腿部骨折 而这名嫌犯大闹拒捕后 这个年还是得在牢里度过了 记得杨洁凡亚乔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